都拉成语故事 以卵击石 有一年,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莫子前往北方的齐国 途中他遇到一位算命先生 他对莫子说 你脸色不好啊,不能往北走啊 今天天地在北边杀黑龙 你皮肤有黑,去北方是不吉利的 莫子说 我不相信你的话 说完,他继续朝北走去 但不久,他又回来了 因为北边的洪水泛滥,无法渡过河去 算命先生得意地对莫子说 呵呵呵,怎么样,我说你不能往北走吧 遇到麻烦了吧 莫子微微一笑,说道 洪水泛滥,南北两方的行人全都受阻隔 行人中有皮肤有黑的,也有皮肤白的 怎么都过不去啊 算命先生听后,呲呲呜呜地说不出话来 莫子又说 假如天地在东方杀了青龙,在南方杀了赤龙,在西方杀了白龙,又在中央杀了黄龙 假如照你的画作,就要禁止天下人上路,岂不是让全天下人都动弹不得了吗 所以,迷信是战胜不了真理的 拿迷信来否定真理,就好比以卵积石,拿鸡蛋去碰石头,把普天下的鸡蛋全砸光了,石头还是毁坏不了的 以卵积石这个成语,比喻强弱悬疏,以及弱攻击强,必然遭到失败